第1041章 诡异的拨痕 因为如果没有它的恐怖实力作为推进的话 这海浪下方没有大规模的地震出现 根本不可能这般轻易地形成海啸的局面 唯一的一种解释便是那双头巨蟹又开始进食了 我的天啊 老大 你快看 这么高的浪 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古格拉斯等人皆是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徐扬已经做好了随时准备出手的打算 可就在这时 黑色珍珠号旁边一道无比绝美的身影突然出现 正是去而复返的女妖王 她在掌心之中拖着的那件主神器赫然便是沧海无极 也是徐扬之前暂时借给她使用的那件真正的海中神器 果不其然 沧海无极强大的气息迅速波荡开来 将整个黑色珍珠号船体完全笼罩 生成一道无比通透的水蓝色保护膜 生生是扛住了这第二波巨浪的侵袭 主人 我来得应该还不算晚吧 女妖王露出了一抹微笑 看向甲板之上的徐扬 其他荣耀战队的众人也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 女妖王的出现无意完美化解了来自这巨浪的威胁 不过看此时的状态 应当后续还有接连几个更为强大的巨浪即将来临 作为无尽之海当中生存了无数个年头的顶级强者之一 女妖王自然清楚这双头巨蟹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 因此也并没有第一时间落在甲板之上停止动作 而是继续凝聚自己的力量 准备迎接第三道巨浪的侵袭 果不其然 接下来一道又一道通天巨浪不断出现 当第八股巨浪最终降临的一刻 整个黑色珍珠号周围海域百里之内 全都在这种恐怖绝伦的遮天风浪的侵袭之下 遭到了一番难以想象的恐怖袭击 徐阳黑色珍珠号倒是完好无损 毕竟有这么多人亲自坐镇守护 再加上那沧海无极主生器 对海中浪涛无与伦比的控制能力 总算是将这最后一股无比强大的吞噬巨浪给化解了下来 可惜这双头巨蟹潜藏的海域深处 那些被八股巨浪锁定的海中生物们 可就远远没有这么幸运了 此时应该都已经被这双头巨蟹吞入了腹中 我靠 太可怕了 这就是子极中阶顶峰的海中霸主的实力吗 老大如果让我和他一对一单挑的话 恐怕一百个我也不是这样庞然大物的对手了 谷格拉斯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不等徐阳开口反驳 他身边的绝美女仆便立刻开口打击了这胖子一波 你就别再瞎琢磨了 这种级别的强者 只有阿阳阁下才能够抗衡 就你这样的实力 别说是一百个 就算是一千个一万个 也不过就是那双头巨蟹张一张口 吞噬一波食物就能够将你轻松解决 哦不 我似乎忽略了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肥胖的身体 再减个几十斤 不然的话 那双头巨蟹吞掉你进腹部 很可能会卡住他的嗓子 这绝美女仆一番调侃 让荣耀战队众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尤其是雪儿他们几个 笑得最开心 古格拉斯也早就习惯团队的大家们 拿他开涮 只不过维持着这样一种气氛 总能够让荣耀战队当中 充满了无比和谐的家一样的温暖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 漩涡五郎那个家伙 原本如同冰扇一样冷漠的存在 如今竟然也时不时 能够在团队当中露出一抹微笑 在聆听大家调侃的同时 他冰冷的内心也渐渐开始融化 并且尝试着不断缩减 和荣耀战队每一名成员之间的距离 一切都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唯独这通天巨浪的侵袭 打乱了这种原有的结构 就在众人以为八股巨浪消散之后 那双头巨蟹就能够很快自行离去 并且潜入深海当中的时候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阴幕再次上演 这一次双头巨蟹并没有这么轻易地被打发掉 而是突然探出无尽之海的表面 利用自己硕大无比的头颅 冷静地观察着周围 很快便锁定了世界尽头 那一道细弱油丝的光亮 通体黑色的珍珠巨船 也在这一刻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怎么可能又是这艘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几百年之前 这艘船就曾经进入到过无尽之海内部 领域 后来据说还成功登陆了魔龙岛 为何这艘船能够在几百年之后 再次被启动了 双头巨蟹带着这样的疑问 迅速靠近黑色珍珠号 徐阳的洞察力何等的敏锐 立刻便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气息 锁定在了黑色珍珠号的本体之上 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 徐阳也不再做更多犹豫 直接拿出了 自己作为荣耀战队绝对领袖的身份 打算和这个真正的海中霸主一决高下 你们都守在船上 不管发生怎样的情况 没有我的命令 都不准脱离黑色珍珠号 这一战交给我亲自处置 不要试图过分地靠近我 万一黑色珍珠号 真的发生了什么变故 对于我们来说 就得不偿失了 徐阳认真下达的每一道命令 荣耀战队众人都会严格执行 因为他们很清楚 徐阳是唯一一个 永远也不会欺骗他们感情的老大 要知道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 建立起相互信任 彼此相互依靠的关系 是相当的困难的 可如今值得庆幸的是 徐阳荣耀战队 已经在很早之前 便达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默契 看着所有人都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的 站在这黑色珍珠号的甲板之上 那双头巨蟹所在的位置 老大 你看这海平面上 为何突然有两道灯火一样的光芒 玄武武郎 属实也是一脸猛逼开口询问徐阳 只不过 他得到的回答 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那并非是什么灯 无尽之海中 怎么可能会存在这种 火属性的力量波动 只有一种可能 那便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两道光并非是什么灯了 而是独属于双头巨蟹的 两个巨大的瞳孔 当徐阳面色凝重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身边的玄武武郎 已经被吓得有些怀疑人生了 但是还是不敢相信 放眼整个银州大陆 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兽皇 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肉身 第1042章 炼体数十万年 我的天啊 老大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 这家伙 恐怕只需要甩一甩 自己的头颅和尾巴 就能够将你我 两人的防御力彻底摧毁 这种堪称恐怖的存在 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呀 难怪他能够被誉为 这无尽之海亿万众生当中的 三大顶级霸主之一 果然是名不虚传 徐扬冷笑一声 踏空而起 直接来到了这两道 通红色的大灯笼 头顶上方 以一种俯视的姿态 凝视着面前的双头巨蟹 不要再挣扎了 你刚刚伤了我的人 说吧 到底想要怎么办 果不其然 那被玄武武郎 看成是两只聪明的大灯笼般 一双瞳孔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浮现在了水中 表面露出半个头来的样子 这才让玄武武郎 彻底相信了 这家伙的恐怖实力 头一次见到客人 还敢当着主人的面 如此放肆地提要求呢 你们两个都已经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在想着 这些有关利益的事情 真的是一种可悲啊 徐扬冷笑一声 对你这种家伙说话 无非对牛弹琴 我才懒得和你掰着什么 现在 我只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要么继续以这样的姿态 向我的黑色珍珠号发动进攻 要么就与我堂堂正正的巅峰对决一次 我要当着团队众人的面 剥夺你海中霸主的权利 霸主级的强者过硬 可是论级速度方面 以及战斗方法和策略的程度 这个大块头 根本不逊色于荣耀战队 其他任何一个成员 仅仅只有徐扬 能够在这些方面压制得住他 很好人足 既然你这么直接想要送死的话 本尊不妨就成全你一次 这双头巨蟹可不是吃素的 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 被他吞噬过的 无尽之海当中的顶级强者们 已经不计其数 他根本不在意 为了如今再次 触怒自己的黑色珍珠号 提前发动进攻 很快双头巨蟹一点点 脱离无尽之海海平面的沿线 就这样悬浮在半空中 绝对值得一提的是 一旦修饰突破了 紫棘 不管是人族 还是其他种族的修饰 都能够觉醒一定程度的飞行能力 起码像此刻双头巨蟹这种 长时间悬浮在半空中 进行空中作战的神通本能 便能够成为 紫棘强者的专属配置 需要不做更多犹豫 再次祭出了 自己强大无比的玉骨神剑 本体肩膀 悬浮在自己的背后 焕发出来的神剑图腾气息 格外的森冷逼人 光是此刻 徐扬整个人爆发出来的气场 就已经能够 让下方海域平面振战不已 而随着双头巨蟹 一并亮相 这海域周围领域内 全都变成了两人巅峰对决的 私人战场 所有的一些海中 顶级族群和生物们 都自动自绝地 推出到了万米方圆开外的位置 给这海中真正的霸主 以及来自域外的顶尖人族强者 提供了最为完美的战场空间 我了得擦 你们看到了 喂 那个双头巨蟹的本体 居然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 十几只大象凑到一起 估计只能勉强抵得上 它的身形轮廓呀 这是要吃了多少东西 才能够膨胀到如此地步 我说古格拉斯 你不是自认为 百小生小百科吗 你倒是给我说说 看 这个双头巨蟹 已经在无尽之海海域当中 生存多少年了 古格拉斯固作一副思考的颜色 却是半天都没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 倒是他身边的绝美女仆 冷冷地白了古格拉斯一眼 而后将几十万年这几个字脱口而出 我的天哪 几十万年 打这个家伙 就算三天进食一次 几十万年加起来的 吞噬过的食物总量 也是相当的惊人了 女妖王站在黑色珍珠号甲板上 远远地眺望过去 似乎也有点开始 为徐扬的处境担心起来 虽然他很清楚 徐扬的实力 已然足够强大 可是正所谓关心则乱 如今的女妖王 对徐扬的感情十分的特殊 他是真的害怕徐扬 在自己的面前受到伤害 因此 毫不犹豫地 便将掌心之中的 沧海无极主神器 隔空送回到了徐扬的身边 凭借主神器 强大的气息锁定的功能 即便相隔再远 隔空传送过来 也不会有丝毫的位置 感受到 沧海无极的力量 再次包围向自己的身体 徐扬嘴角 轻轻扬起了一抹微笑 毫无疑问 有了这一件 专属于海洋力量的 主神器的帮助 徐扬完全能够在这一战 对抗双头巨蟹的过程当中 占据更大的优势 你这个家伙 毕竟是无尽之海当中 三大顶级霸主之一 原本我还考虑到 照顾你的颜面 放慢这一场 你我二人之间的对抗节奏 可是现在沧海无极主神器 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如果还是一味 选择被动防御的话 未免这件主神器 估计都快不乐意了呢 徐扬冷笑一声后 突然腾空而起 一股神剑图腾 在虚空中 幻化出无穷无尽的剑芒 仍旧是他最喜欢的一招 释放了出来 紧跟着徐扬精神力 作为牵引 让着半空当中 无穷无尽的剑芒 同时落在 双头巨蟹的本体之上 轰隆隆 恐怖绝伦的力量 在这一刻完全爆发 始终站在徐扬身边的 漩涡五郎 在感受到徐扬 这一波力量 压制效果爆发之后 也是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很清楚 如果这样的力量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目标 恐怕早已经能够 让对方的肉身支离破碎 可是眼前的 双头巨蟹飞弹 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反而选择 用自己无比锋利的 两只前掌 横挡在自己的面前 这无穷无尽的剑芒 就仿佛是一些 生了锈的铁剑 打在无比坚韧的盾牌之上 仅仅只能听到一些 噼里啪啦的撞击之声 而后便是这一道 又一道虚空剑芒 走向崩碎的场面出现 而眼前的双头巨蟹 包括他用来 遮挡着两只巨大的前掌 仍旧是完好无损的样子 甚至连一道斑驳的痕迹 都没能在他的身上留下 天哪 这家伙居然是 纯粹的炼体型巨兽 玄武武郎 本能地感慨一声 瞳孔一缩 不禁 立刻便对眼前 这巨大的双头巨蟹的印象 有所改观 第1043章 三大霸主之一 纯粹的炼体型巨兽 意味着这家伙 几十万年来 积累下来的所有力量底蕴 全都用于改善自己的肉身了 因此 他才能够拥有如此坚韧 不可思议的肉身力量 作为保护 你的判断没有错 年轻人 我这几十万年来 所做的唯一一件事 便是吞噬着海中的生物 然后炼化它们的生命精华 强化自己的肉身 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放眼整个无尽之海 任何一脉海中种族 我说肉身强度第二 没有任何一只 巨兽敢说第一 当然 和我齐名的 无尽之海三大霸主当中的 另外二号 永恒魔术 不过泛泛之辈 看样子八成 应该已经沦为你们这只战队的 手下败将了 否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沧海无极 应该是永恒魔术 那个老东西的贴身法宝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藏身在骷髅王岛的那个家伙 如果说真要找到一个 肉身强度 能够与我比肩的那个老东西 应该也是其中一号 至于其他的无尽之海中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谁能够拥有 比我更为强大的肉身 如果你们想与我作战 的话 最好将你们团队的所有人 全都派上用场 否则的话 就你刚刚那几道 剑芒打在我的身上 连挠痒痒的力道 我都嫌不够 听到这双头巨蟹 如此狂妄的 口吻 徐阳 却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到底他纵横修炼界 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 毕竟现在还没有登陆到魔龙岛 更早地暴露自己的底牌 并不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 可现在既然碰到了你 就我的判断 你的肉身强度 已经能够堪比 灵力修炼体系当中的巅峰造诣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提前彰显 自己真正的力量 同样也来 让你开开眼界 听到徐阳这么一说 眼前的双头巨蟹 竟是露出了一副惊喜的神色 那太好了 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万年 没有人敢在我的面前 这般自信的 我倒 还想真的看一看 你所谓的最强底牌 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这样吧 咱们来进行一场游戏 我让你接连打我三个回合 如果你真的能够伤到我的话 我可以放过你背后 那一船队友们活着离开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我会将你背后的那些队友们 当成食物 当着你二人的面 将它们完全吞噬 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折磨你们两个 怎么样 这场游戏听起来 是不是很有趣呢 徐阳冷然一笑 三个回合太多了 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回合 我就能够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接下来 徐阳也不再跟眼前这个大块头 继续客气什么了 整个人已然前所未有的认真 下来 而后 他的玉骨神剑本体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突然消失 殊不知 这正是需要彰显最终奥义的前奏 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 黑色珍珠号上的林瑶 露出了一抹微笑 轻轻开口道 你们不是一直以来 都想见识老大真正的力量吗 睁开你们的眼睛看仔细了 接下来的这一剑 将会刷新你们所有人对力量极限的想象 林瑶是怎样的性格 荣耀战队的众人太清楚 不过他从来不是一个愿意虚张声势的家伙 既然他都这样开口说了 毫无疑问 徐阳这一次真的是认真了起来 荣耀战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万米开外那核心 战场中央徐阳的一举一动 紧跟着 徐阳与古神剑本体在虚空当中 凝聚出来的剑道力量 一次又一次地叠加 以徐阳如今的精神力造诣 巅峰状态之下 应该已经能够将这一剑的威力 叠加三十次 当然那样的力量 徐阳是用来对付更高级的对手的 踢开眼前这个紫迹巅峰 及肉身强度的双头巨蟹 叠加二十次便足够了 只一刹耐尖 海面之上一道万丈惊雷轰然崩下 无穷无尽的云雾 在这一刻绽放出了破碎虚空一样的光芒 紧跟着被虚空的力量 接连叠加了二十层的玉骨神剑本体 当空斩下 这一剑蕴藏的锋芒 气息还没等爆发全部的力量 就已经让甲板之上的每一个人 彻底傻眼了 我的天 你们看 老大的那把剑剑芒周围的力量形态 好像已经发生了变化 已经由气态完全凝固化 我的天哪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能够将气息凝固的手段 这就是来自荒芜的尽头之外 更广阔世界所独有的力量了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古格拉斯里斯特等人 全都将目光紧紧锁定在灵瑶的身上 想要在这个丫头的口中 挖掘出一些自家老大 更加高大上的秘密 灵瑶却只是轻笑着摇了摇头 我只能告诉你们 老大真正的实力 你们才领略了 不过冰山一角 他在域外世界 是能够直接和掌控天地法则的 至尊神王相抗衡的存在 那里才是他真正的舞台 就连你们 营州大陆这个世界 共同信仰的神 恐怕就算是他如今 想要战胜老大最巅峰的姿态 也已经很难了 普朗西斯夫妇无奈地耸了耸肩 合着弄了半天 只有我们在一脸认真的冒险 这样程度的挑战 对于老大来说 不过就是在体验生活罢了 有他在的话 就算是那魔龙岛上的魔龙 恐怕也没有办法伤到我们吧 灵瑶的脸色 立刻变得难看了许多 你们这样的想法 就大错特错了 对于任何一名学生而言 不管他身处于怎样的环境 如果丧失了前进的动力 那么这个 人和咸鱼 又有什么分别呢 老大就算再强 那也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能力 即便是我和他出生 入死在一起这么多年 也从来没有奢望过 能够在他的身上 分享到什么 一旦经历真正打生打死的决战 你们才会明白 能够依靠的 只有自己的力量 就算别人再强大 护得了你一时 也绝技护不了你一世 灵瑶的话 雪儿应该算是体会最深的一个 因为当初 刚刚建立马戏团改造工程的时候 雪阳就曾经对雪儿说过 她不会一直留在盈州大陆 陪伴着荣耀战队的每一个人 只希望能够在共同经历的 这一段征途当中 为彼此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和过往 至于大家 能够在徐阳的帮助之下 得到怎样的提升 全凭各自的造化 第1044章 斩杀 经过灵瑶这样一番切身的疏导 荣耀战队每一个人 也都渐渐有所顿悟 从刚刚的认知误区当中 很快恢复了清醒 同样也更加坚定了奋进的脚步 你说的没错 老大只能成为我们的榜样 一路追逐下去 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 才能够不断地拉近 与你们那个层次世界的人之间的距离 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思维 听到大家 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灵瑶也是十分的欣慰 连连点头 这才是我们荣耀战队 应该有的价值观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 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 兴许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在成神之路的尽头 还能够再次重聚 甚至是 能够在老大的帮助下 让你们离开盈州大陆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要记住 只要我们不放弃 永远追逐更强大的境界 我们未来的路 将拥有无限可能 轰隆隆 同在这一刻 虚扬降临下来的 经过虚空之力 叠加二十倍之后的 蔑视一箭终于降临 这双头巨蟹 做梦也没想到 原本被自己当成 游戏一样玩物的两个人 居然成了终结 自己生命的不是强敌 实际上 当他感受到头顶上的 无尽虚空 都被这一箭崩碎的力量 波动的一刻起 双头巨蟹 就已经开始后悔 自己设下 这样的一场游戏之举了 不 怎么可能 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这一箭 到底是如何凝聚而成的 我活了几十万年 从来没有见到过 营州大陆当中 有哪个人 能够打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就算是魔龙岛上的魔龙 也不见得能够在 单回合之内 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道 双头巨蟹 作为无尽之海当中的 三大霸主之一 纵然他没有亲自 登陆上魔龙岛 但他对魔龙的认知 也一定要远远超过 其他一些种族 可当他感受到 徐扬的这一箭 甚至要凌驾于 魔龙之上的时候 他才终于明白 眼前这个人 根本不是来自营州大陆 而是荒芜的尽头 域外强者降临 屁话少说 魔龙能够打出 怎样的力量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只需要遵照 我们之间的游戏沉默 拿出你最强大的守护力量 对抗我这一箭就可以了 徐扬的声音 冰冷到了极点 甚至还夹杂着 一丝嘲讽和愚弄 因为对方将自己 逼入这样的境地 全都是他自作自受 敢和徐扬装逼的人 他从来都不会予以饶恕 果不其然 这蔑视一箭 最终还是披在了 双头巨蟹的 其中一颗头颅之上 毫无疑问 他那点防御能力 如何能够扛得住 二十倍叠加状态下的 蔑视一箭 当场就消爆了一颗头颅 恐怖的力量 瞬间覆盖 向万米战场领域的 每一个角落 惊起了万丈惊涛不说 甚至连双头巨蟹 那其中一颗头颅下方 对应的大半的身子 都给打得支离破碎 要不是徐扬及时收手 让这一箭的后续余威 尽可能收缩在 万米之内的战场区域 恐怕这一 箭后续衍生出来的威力 还会让这海域下方 几千米内的 无数海中生物 受到波及 无尽海三大霸主牛不牛 徐扬一箭 当场断头 在感受过徐扬刚才 惊天一见的威力之后 此时双头巨蟹 最大的感慨 就是 自己幸亏天生 比其他物种 多了一个脑袋 不然的话 恐怕自己是怎么死的 都不清楚了 眼看着自己 脖子上 突然间多了一个碗大的疤 显得红唠唠的 并且只剩下一个脑袋 插在躯杆之上 显得格外不晕衬 双头巨蟹 此时愤怒到了极点 然而 他却迟迟没有 对着徐扬发脾气 甚至连一句狠话 都没有从他的口中说出来 究其原因应该就是 可能有一种 那便是 他太忌惮徐扬的实力 我必须要承认 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可正所谓 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我既然已经 邂逅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今日势必 也是要做个了断的了 双头巨蟹 毕竟也不是吃醋的 话音一落 只见他 已经失去了半个脑袋的 巨大身体 开始疯狂外泄一股 极为特殊的 棕红色的能量体 这种能量体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脱离 双头巨蟹的肉身 而后 开始以潮涌一般的形态 疯狂扩散向周围 海域深处 并且这种特殊能量体的密度 是远远要大于海水的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下沉 如同鼠不清的液态 巨石一般 疯狂地覆盖纵向而下 也正是在这期间 徐扬的洞察力 何等惊人 一双金色的瞳孔 瞬间照射向下方海域深处 想要观察这种特殊的能量体 对着水下深处的那些海中物种 能够造成怎样的影响 不过他这一看 却是心惊不已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这个家伙 到底是想做什么 双头继续哈哈大笑了起来 没什么 阁下不用这么紧张 凭你的实力 在我的面前 根本不需要摆放出这样一种姿态 我只不过是将你施加给我的压力 变了一种方式 转嫁给下方那些卑微的食物罢了 双头巨蟹这个 形容词用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因为无尽之海原本就是一个 极度遵从食物链等级的生态局域 若有强食适者生存 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的规则 双头巨蟹作为无尽海当中 三大霸主仅存的两位之一 自然拥有绝对主宰级的权利 他能够肆意地决定 下方这些海中物种们的生死 无穷无尽的这种特殊能量 液体迅速蔓延 引起了徐扬的暴墓 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与此同时 就在被他的气息所圈定的 这万米循环的海域当中 一股强大无比的冰蓝色力量 顺徐扬的指尖释放而出 源源不断的冰蓝色能量 在入水之后 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自行编织成一道龙之形态 这条巨大的冰蓝色水龙 蜿蜒辗转在这海下深处 疯狂地吞噬着这种双头巨蟹体内 释放出来的诡异能量 我的天哪 想不到老大居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真的是太惊人了 果然如同你所说的那样 林瑶二当家 咱们老大 真的是一个活着的修炼宝藏呀 他身上到底拥有着多少种公共法 我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他施展出来 第1045章 清面 在看到徐扬这一步应对手段之后 甲板之上的荣耀战队 每一名成员完全惊呆 实际上 就算是林瑶自己 也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徐扬施展这样特殊的手段 毕竟以他的能力 想要以自身的力量 编织出一道龙形图腾 并不困难 可如何确保这条龙魂形态 在海浪之中 还能够如此游动自如 并且按照徐扬的 意愿疯狂吞噬这种 来自双头巨蟹本体当中的能量体 这可就大有学问了 殊不知 徐扬爆发出来的这一招手段 是在他同时开启体内 七道气旋的前提 之下来完成的 而这一招画气 魏龙也是上清元气道 秘点当中的一种强大功法 以荣耀战队众人 如今上清元气道的修炼进程 根本没有人能够染指这一招 能量龙魂的这一波操作 再次惊带了双头巨蟹 也是让这家伙恨得牙根痒痒 该死 这个人族在进攻的时候 几乎没有任何弱点 可言 他来想要打破眼下的被动局面 我只能找机会在自己的进攻方面 寻求突破了 双头巨蟹终于意识到 如果当着徐扬的面 玩防守的话 那么自己这仅剩下的一颗头颅 也将在不久之后 就此消失在徐扬的手中 眼下唯一的办法 便是转手为攻 寻求主动 即便自己并不擅长进攻型的手段 可是他的实力毕竟摆在那里 自己终结巅峰的海中霸主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他不使用任何攻法力量 纯粹凭借肉身强度挥动 手中的这两把巨蟹 也能够轻而易举地 对抗人族自己强者 果然这双头巨蟹 还是一个雷厉风行的行动派 在确立了这样全新的战术方式之后 这家伙便立刻开始有了动作 手中两道前肢 吱嘎吱嘎地不断响动了起来 然后他的身法速度 也在这一刻 爆发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本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掩藏镜下方海域 最先破碎掉 徐扬凝聚在水下深处的 这一道游龙图腾 而后用自己无比锋芒毕露的蟹钱 一路疯狂地推进 巨大的两只 前朝每一次合并在一起 都能够轻而易举的粉碎所 遇到的所有海中生物 而崩碎它们身体的同时 双头巨蟹几乎在寝壳之间 就能够完成对它们生命精华的吞噬 因此这一波水中游走 算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为双头巨蟹 恢复到了战力巅峰的状态 与此同时 这家伙巨大的身体 迅速来到徐扬所在的虚空位置 对应的下方水域 最近的距离 刚好在这个地方 能够精准捕捉到半空中 徐扬的气息防卫 臭小子 你仰仗着自己强大无比的进攻能力 就敢对我下如此重手 今天我要让你 整个人为我破碎的一颗头颅 陪葬 双头巨蟹 心中暗暗发誓 被一个人族斩下自己的一颗头颅 对于他来说 算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耻辱 也让他原本想要 统治整个无尽海中王族的进城 被迫终止 殊不知这个大家伙 自作聪明的把戏 早就被徐扬看在眼中 他虽然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之中 并没有深入到水域内部 可是徐扬的一双瞳孔 又岂能是寻常人能够揣夺的 就在这时 让徐扬没想到的是 双头巨蟹那破出一个大洞的脖梗位置 竟然毫无预兆地又生长出一颗头颅来 当然 这一颗新生头颅 远没有原装版本那么精致而强大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摆设 不过徐扬很清楚 对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想要第一时间封印住伤口 避免从中不断流淌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源 消耗自己的战斗力 呵呵呵 弄一颗假的头颅出来 不过就是你掩耳盗铃的行为罢了 可笑 徐扬根本不在意 并且 这家伙更像是故意而为之 第一时间专门锁定了对方这颗假头颅 发动进攻 似乎时刻都在提醒着对方 你这脑袋是个冒牌货 很好 我一直以为你阿阳 是个一代宗师的风范 现在看来 也不过和旁人没什么区别 徐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言清莫劝人懂吗 你还不够资格评价我 你只配沦为我手中的食物 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接下来的一瞬间 徐扬整个人完全消失在原地 而后 掌心中阴阳道法突然出现 锁定在双头巨蟹的本体之上 不知为何 有了此道法的加持 双头巨蟹 整个巨大的肉身行动力 遭到了极为严重的遏制 怎么会这样 为何我体内的经脉气息流 转变得十分闭塞了 它又哪里清楚 徐扬的阴阳道法 能够一定程度改变虚空规则 用这样的手段招待它 根本就是看得起它 你想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做的 只需要 平静地等待自己走向陨落的结局就好了 话音落地 阴阳道理 瞬间增强一个级别 双头巨蟹 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 频频颤动起来 哈哈 让我来告诉你原因吧 你之所以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运转不畅 是因为你这头颅是个冒牌货 根本不具备 你真正头颅的坚韧程度 稍加力道 它的血脉气息运转 就会被阻塞 试问 你又如何能凭借这一颗虚妄的头颅 取代真正的头颅呢 双头巨蟹已经暴怒到了极点 因为它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也会被一个人族如此羞辱 你这家伙 简直欺人太甚 徐阳冷笑 欺你 自然有欺你的道理 与我交手 弄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 有意义吗 我说 让你这头颅几时暴碎 它就会几时暴碎 你信不信 双头巨蟹为了给自己挣几分面子 当即一脸不屑的冷哼一声 打断了徐阳的骄傲言辞 别吹牛了 老子跟你打这个毒 我就不信 你有这样的能力 徐阳哈哈大笑了起来 抬手之间 竟是召唤出了凤语乾坤公来 倒数三个数 你的这颗假脑袋 就会瞬间爆碎 三 二 一 搜 一剑出 所过之处 这一剑的锋芒当真 是无可阻挡 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没有人能想到 这一剑为何能强大到如此程度 见过刘恒 不偏不倚地 洞穿了双头巨蟹的那一颗假头颅 再次让对方元气大伤 第1046章 给你机会 灵力的目光 始终锁定在下方海域最深处 双头巨蟹的每一个动作 都被徐阳看得清清楚楚 在徐阳这种大境界压制的状态之下 对方的一切根本无所遁形 果不其然 就在接下来 双头巨蟹凝聚出自己的最强力量 两只前爪在本命力量底蕴的灌注之下 迅速发生了变异 形成两只几十米长几十米粗的 几乎能够毁天灭地的巨大铁钳 就这样横冲直撞地冲破了海浪的封锁 只取虚空之中几十米高空位置的徐阳 小子有能耐 你不要再躲躲闪闪地 应接下我这一招 我就佩服你的实力 徐阳原本的确是想躲闪的 因为在他的战争艺术当中 类似肉盾一样横冲直撞的蛮干 根本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 兵不血刃的战胜对手 才是克敌之胜的最高境界 不过既然他听到眼下的双头巨蟹 如此腰战自己 徐阳竟然扬起了一抹微笑 微笑当中充满了冰冷与嘲弄的滋味 既然你开口请求我了 那我就兑现你的愿望吧 不过遗憾的是我从来 只会给自己的 对手唯一的一次开口请求的机会 如果你将这个机会 用于祈求我饶恕你的性命 我兴许还会答应 可是现在 你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浪费了这样一个机会 也就意味着 你今日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话音一落 徐阳非但没有丝毫退避的意思 反而整个人直接硬生生地 扑向了这双头巨蟹 无与伦比的庞大铁钳的锋刃之上 没错 徐阳还是配合对方的请求 不但没有以极限身法 对这一波进攻进行躲避 反倒直接将自己的身体 就这样老老实实地 躺进了双头巨蟹巨大的铁钳口当中 甚至将自己的脖子 架在了锋芒毕露的巨刺之上 就这样给了对方 减下自己投入的一次机会 来吧 你不是对你这两只巨大的前掌很有信心吗 那我就给你一次报仇的机会 如果你要是没能够减断我的脖子的话 那么很遗憾 这一场战争 从接下来开始 你将没有任何出手的可能了 双头巨蟹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笑声竟是传到了 海平面万里之外的黑色珍珠号甲板之上 更是让荣耀战队的每一个人心惊胆战 不得不承认 这双头巨蟹原本拥有的实力 真的是足够可怕了 可惜他遇到的人是徐阳 这个连神都要为之忌惮的恐怖存在 你真的是太狂妄了 你原本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将我置于死地 却终究还是要因为你的狂妄自大 付出生命的 你并不了解 我的这两只铁钳 看似没什么威胁 却能够将我所有的灵力的力量 全部融入其中 也就是说 现在你脆弱的脖子 即将面临的力量 乃是一个灵力等级达到 子即中阶巅峰程度修饰的最强一击 小伙子 如果你真的还有来生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低调的人 像你这么高调的话 早晚都是要吃大亏的 双头巨蟹竟然忍不住提前扮演起来 审判者的角色 脸上的冷笑 愈发变得浓郁起来 然而就在他凝聚自己全部的力量 狠狠地减下了这颗钱的同时 所有 自己这一双铁拳上 锋芒毕露的尖刺 都传出了一阵 支嘎支嘎的破碎响动声 直到这巨大的铁钳 狠狠地再次压在徐扬脖梗上的锋刃 全部崩碎 什么 你 TMD 这也叫脖子 这样的硬度 居然能够将我的铁钳一并震碎 毫无疑问 双头巨蟹已经因为这一波结果 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做梦 也没想到一个人族 洗干净脖子 给自己捡 非但都没能斩下对方的头颅 反而这锋刃之上的所有利刃 都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看着自己原本十分整齐的 潜爪锯前上的锋刃 此刻却变得支离破碎 被活生生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双头巨蟹已然暴露到了极点 可是它已经无能为力了 面对徐扬这个没办法用常理 来揣夺的家伙 双头巨蟹第一次在这一战当中 萌生了退役 呵呵 感觉怎么样 小螃蟹 我一向最喜欢吃螃蟹的潜爪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会在将你斩杀之后 用你这两只并不完整的潜爪 作为我美味的晚餐 当然我还需要在这之前解决一个麻烦 那就是要弄一口足够大的锅 要不然 你这么大的螃蟹 一顿真的煮不下呢 徐扬打趣的玩笑声 同样精准无误地传递到 这海域周围的一切角度 自然也将荣耀战队的每一名成员 逗得哈哈大笑 大家也都开始跃跃欲试 摩拳擦掌 准备着享用今夜的晚餐呢 能够将这无尽之海当中 最强大的三大霸主之一 活捉并且下锅的话 这绝对算是一个 能够名传千古的传世家话了 然而这样的一句话 却是带给眼前 双头巨蟹莫大的羞辱感 高高在上的霸主 从来都只是将其他的海中生物 当成是口粮 可如今自己 却被这么一个看起来 十分单薄的人族 肆意侮辱 双头巨蟹王级的威严 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你个王八蛋 真拿你巨蟹爷爷 我当成玩笑了是吧 那好今天就别怪我跟你玩命了 反正我也看得出来 如果这一战 我没有办法取胜的话 你是根本不可能就此放过我的 与其这样任你宰割 倒不如打出我全部的实力 即便我没有办法战胜你 也要让你元气大伤 徐扬第一次收敛起了脸上的全部笑容 变得严肃了太多 原因很简单 他看出了这双头巨蟹瞳孔当中的 那一丝冰冷和决然 更加意识到 对方这次是真的打算与自己拼命了 兔子急了 还敢与音像波 别说是这一只 无尽之海当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如果这家伙真的打算玉石俱焚 的话 究竟会引起怎样大的波澜 就连眼下的徐扬 也没法给出一个精准的判断 不过他能做的 却是在这双头巨蟹 走向极致崩溃的道路之上 及时遏制住他的节奏 终于双头巨蟹咬紧牙环 周围八股巨浪再一次冲天起 第1047章 清醒 只不过这一次双头巨蟹 兴起八股巨浪 并不是为了吞噬周围的海中鱼类 补充自己的体内能量 而是将自己体内积攒了 数十万年的生命精华 全都自主燃烧 与此同时 恐怖的生命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外现 它原本如同聚精一般大小的身体轮廓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萎缩 也正是因为它体内 如此源源不断的生命精华的疯狂释放 吸引到了这无尽之海 与周围无穷无尽的顶级海中生物的聚集 我明白了 这个家伙用这样的方式 引诱周围所有的庞大海族疯狂聚集 要不了多久 成千上万 甚至更多的海中鱼类全部聚集到此 一旦这个家伙找到合适的时机 完成自爆 那积累的生命精华 令然会带给无尽之海 那些海中万族一场真正的浩劫 八股巨浪的疯狂家 带着双头巨蟹体内 无与伦比的生命精华纯度的诱惑 聚集而来的海中的鱼类种族 远要比徐扬想象中还要庞大 不行 看来这会儿 老大他需要我的帮助 女妖王那绝美身影 在这一刻立刻有了动作 顺势化作一道最美的海中风景线 翻身跳下了黑色珍珠的甲板 而后第一时间朝着徐扬所在的位置 疯狂靠近 与此同时 这丫头自行引动沧海无极主神器的本体气息 将那件主神器重新召唤回自己的身边 女妖王天生便有沟通海中鱼类万族的能力 在得到沧海无极主神器之后 她将自己的精神力 借助这件海洋主神器迅速覆盖 向周围再用这样的方式 给那些疯狂聚集于此的鱼类 发生信号 叫他们立刻撤离 远离此时的这海中陷阱 甘大的是 这些物种在得到这样的气息引导之后 面对着没有办法抗拒的巨大诱惑 所有的鱼类几乎都失去了理智 开始不顾一切的疯狂吞噬 追逐这些双头巨蟹释放出来的生命精华 即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也觉得这是值得的 毕竟那可是海中巨蟹无尽海 真正霸主的生命精华 吞上一口 就等同于他们吞噬其他鱼类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积累 我的子子孙孙们 全都来吞噬吧 你们这些卑微的海中生物 既然老子没有办法 统一整个无尽之海 那就拉着你们一起陪葬 终于当八股巨浪完全消失的 一刹那 双头巨蟹本体 原本呈黄色的光芒 在这一刻 迅速变成了血一样的烟红 而后扩散出来的危险气息 迅速覆盖向周围万里之内的 全部海域 也一直到这一刻 那些聚集而来的强大海中生物们 才终于意识到 这双头巨蟹 根本不是在发福利 而是真的以诱惑的方式 将它们拉进了深渊 来不及了 我们居然中了 这个疯子的圈套 以它的实力 一旦自爆之后 力量将会瞬间席卷 整个无尽海 万里之内的一切海中鱼类物种 都将走向灭绝 一些后赶来的经验 比较成熟的海中顶级生物们 立刻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他们也终于明白 女妖王刚才的一番劝说 并非是空穴来风 真是悔不当初 我要是听从 女妖王的号令指引的话 也就不会招致今日的祸患了 白色鲸鱼族的领袖 悔恨不已地感慨着 旁边的一些顶级强者们 也都纷纷附和一脸忧伤的模样 他们此时所在的位置 距离双头巨蟹 释放本源的核心领域 不过百里的距离 就算他们的身法再快十倍 也绝对不可能 躲得过这场浩劫了 终于那双头巨蟹 所在的核心海域 周围所有的水汽 在极短的时间内 开始疯狂蒸发 那是核起恐怖的力量 开始了燃烧 根本没有办法 如何选择躲避 只能够坦然地 面对死亡的结局降临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 紧要关头 眼看着那双头巨蟹 就要在海中选择自爆 徐扬毫不犹豫地开始出手 体内九道原始力量漩涡 同时开启 虚空鬼谷 奇门大阵 当徐扬呼喊出这个名字之后 他的身体周围 迅速释放出了一道碧蓝色的景色 这光芒从他的本体 四肢百态当中弥漫出来 只一刹那间 整个世界仿佛都随着 徐扬力量的出现 发生了变化 漫天晴朗的白昼 竟然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立刻变成了无数星辰 闪耀的夜空 而原本惊涛骇浪 肆意冲撞的 无尽之海中央战场 核心领域 也随着徐扬阵逆天级的攻法 出现之后 变得风平浪静 糟糕 星空闪耀的夜色 黑色珍珠号甲板之上 荣耀战队的 每一个人完全猛逼了 毫无疑问 徐扬此时的动作 再次刷新了他们 对力量的认知极限 我靠 老大他到底 还藏着多少种 令人惊艳的手段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连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 都能够改变 这他妈 还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力量吗 古格拉斯索性 直接摊坐在了甲板上 一脸茫然无措地 凝视着璀璨的夜空 徐扬过于强大的表现 让他一度觉得 自己的修炼毫无意义 因为和他这样的人相比 自己穷尽一生追逐的境界 恐怕连徐扬一个小指头 动一动的 引发出来的力量 无法相比 胖子不用这么绝望 虽然你一辈子 也没有办法 和咱们老大相提并论 可是你也有你的精彩 毕竟你还有这么一个 漂亮的女仆 追随左右 如果你这么快就绝望的话 他该怎么办 李斯特那家伙 叼着雪茄 一脸坏笑地 拍了拍古格拉斯的肩膀 看起来是在安慰他 实际上 李斯特这一番话说出来 古格拉斯TMD 更加不想活了 谁知道 就在古格拉斯内心防线 濒临绝望的时候 他身边那个绝美女仆 果断站出来 补刀 冷哼一声 抱着双臂 一脸鄙夷地 看了自家主人一眼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只知道自暴自弃 就算你没有办法 和徐扬阁下相比 你的实力 也已经超越了 银州大陆西域90%的修饰 更何况 你还拥有徐扬老大 他占有这样一个 无与伦比的荣耀身份 今后横行 整个西域也不在话下 那种 站在顶峰的绝顶人物相比 你说 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这样的家伙 就应该整天 把你掉在树上 打上一顿 才能让你更加清醒 第1048章 合作 果然古格拉斯这家伙 还真是天生的剑胚子 被自己的绝美女 扑骂了一顿之后 果然清醒了不少 嘿嘿笑着挠了挠头 又一脸自信地 重新站了起来 你说得不错呀 丫头 我现在 虽然一辈子 也没有办法和许阳老大相比了 可是和别人比起来的话 我古格拉斯 也是想当当的一号人物 就凭我掌控在手中的 这些情报 放眼整个营州大陆西域 也根本没有任何人 能够与我相比 这样的优势 同样是无可取代的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古格拉斯这死胖子 似乎又一下子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 一脸憨笑 重新站了起来 引起了身边 李斯特等人的 一致比翼目光 殊不知此时的徐扬 第一次 施展虚空领域的 鬼谷奇门之法 同样也是将 他体内的先天元气 调动到了极限 同时开启九道气旋 对于徐扬来说 虽然不需要用 施力这个词来形容 可也同样是 将他真正的身体 潜能极限程度的 释放了出来 因为现在的徐扬 还没有办法领悟到 第十气旋的开通 因此九道气旋的程度 已经是徐扬 能够释放出来的 身体力量的极限 而他也是第一次尝试 将鬼谷奇门大阵 以虚空领域的程度 释放出来 却没想到第一次用 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连带着周围 这一方天地 原始时空的规则 都因自己对照 极限奥义的施展 发生了改变 说到底 之所以徐扬这一招出现 连天地都变了颜色 时空都发生了 不同形式的改变 是因为徐扬的这一招 本就是连通天地 道法规则的一种 道德极致演化 此时所有沉浸在 徐扬规则当中的每一个人 眼中的世界 都已经不是真实的 无尽海客观存在的 世界的样子 而徐扬这一招 针对的主要目标 自然就是 双头巨蟹那个家伙 因此 他也已经被强制拉进了 徐扬所编制的 这样一种 时空间规则的模式当中 并且深深地迷失在了其中 此时此刻 在双头巨蟹的世界观下 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不光到处充满了黑夜 甚至连自己的脚下 连一滴海水都触碰不到 而他自己 则仍旧处于疯狂凝聚力量 即将准备自爆而亡的样子 呵呵 你不是一直张罗着 想要玉石俱焚吗 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 不过 你妄想着连累 其他那些海中鱼类 真的是有些太天真了 如果我连这都阻止不了你的话 那么我今后遇到的每一个对手 都在绝望的关头选择自爆 恐怕要不了多久 整个无尽之海来 甚至整个营州大陆 都将要在这种自爆的形式之下 走向毁灭 到头来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图的是什么呢 徐扬的一番话 彻底点醒了双头巨蟹 原本他根本没想到 徐扬还拥有这样 不可思议的本领 可是眼下见识到 徐扬这般鬼斧神功的 逆天手段之后 双头巨蟹也没有想象中 那般惊讶 很快便恢复到了 绝对清醒的状态 他在思考自己 究竟该如何收场 是继续就这样 毫无意义地走向自爆 废掉自己一身的修为 还是如何 他都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 徐扬看到他这副样子 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冷笑 既然你自己拿不定主意 我倒是可以给你想一个办法 其实很简单 我帮助你建立一个能量通道 你将自己体内一半的生命精华 引导出去 这样 你能够保留住原有的生命力 只不过灵力等级降几个层次 起码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而我也会看在 你没有霍乱佐进其他种族 并且再也不可能 对我和我的团队 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赏赐你一个苟延残喘 继续活命的机会 这岂不是一个 这两拳其美的解决办法 果然双头巨蟹 真的被徐扬说动了 这似乎真的是一个 完美的解决办法 可紧跟着一脸狐一的她 还是忍不住有点嘀咕 你会那么好心 如果我真的释放出 一半生命精华 我的实力将会降到 拦截初级的程度 那岂不是被你一根 脚趾头都可以 轻而易举地碾死 我又如何来捍卫 自己生存的权利 徐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若真的想弄死你 你连自己会陨落在什么地方 都不可能清楚 我就放你回归无尽海深处 这是我对你许下的 一个沉默 徐扬跨近一步 突然探出一根手指 指了指头顶虚空 紧跟着一道璀璨的雷光 轻轻垂下 勾连在了徐扬这根手指之上 这是修士之间一种独有的 许下诺言的方式 一旦违背自己的沉默 许下这承诺的人 将会遭到天道的成绩 虽然双头巨蟹 甚至都开始怀疑 就算是荧州大陆内的天道之力 很可能 没有办法胜得了徐扬 可眼下他 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他原本就是在徐扬面前 一个卑微到极致的实物罢了 终于双头巨蟹下定了决心 决定用这种断臂求存的方式 圆满结束今日这一战 而后只见他 毫不犹豫地 削下了自己右手 源源不断地生命精华 顺着他断掉的右臂前 找释放了出来 殊不知同在这一刻 徐扬在自己创造的 时空间领域当中 凝聚出一道虚空之门 对接黑色珍珠号甲板 这一招 也是徐扬在虚空不远处 漩涡五郎的帮助之下 建立起来的 毕竟说起虚空之门的建造 漩涡五郎 才是真正的行家 有了这荣耀战队 第一建造师的手段 能量传送通道 迅速连接完成 整个无尽之海 三大霸主之一 双头巨蟹 足足一半的生命精华 就这样 落入到了徐扬荣耀战队的囊中 我的天老大 他可真的是厉害 今天呢 居然想到 用这样的方式 让这双头巨蟹 心甘情愿地贡献出 自己一半的生命精华 如果这些生命精华 用来培养我们各自的实力 那将会是怎样的 一种提升 谷格拉斯激动之下 竟然都忍不住流起了口水 却是被身边的李斯特 猛地一掌拍在了脖子上 你这个蠢货这样的想法 绝对不可以有 老大的东西 就是老大的 他给你 你可以要 他若没有开口 我们谁都没有资格 被给予这样的传承之力 第1049章 引导生命力 谷格拉斯这一次 出了棋的认真起来 一脸凝重地连连点头 你说的没错 李斯特刚刚是我太激动 得意忘形了 规矩我自然是明白的 我们这些人全都是靠 老大这条大腿 才能够这一般横行无际 在无尽之海当中 没有他本尊亲自点头 我们谁有机会 燃止这股能量精华 事实上 徐阳本人远没有荣耀 战队这些成员们这么严肃 之所以第一时间 将这股能量 转移到黑色珍珠号甲板之上 就是为了供大家享用的 不过荣耀战队这些兄弟们 如此懂得规矩 倒也让徐阳颇感欣慰 因为起码这样做 彰显了他们内心深处 对整个战队 对徐阳自己的无与伦比的尊重 他们并没有因为短期内 获得巨大的利益和提升 而产生更加贪婪的野心 从而颠覆徐徐阳这个老大 对整个团队的意义和影响力 很多时候 足够巨大的利益 真的能够让一支 原本团结的队伍 在请客之间 分崩离析 土崩瓦解 然而这样的情况 却永远也不可能 在荣耀战队当中出现了 因为这样一支队伍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足够坚韧的尺度 这也正是 徐阳当初创造荣耀战队 所坚守的初衷 心术不正的那种人 也不可能有资格 成为他的队友 很快 这双头巨蟹庞大的身体 一点点开始萎缩变小 最终由一只 鲸鱼一样的肉身轮廓 萎缩成了一头大象那么大 不过这样一来 他原本很是 突兀的双头巨蟹的轮廓 终于在这一刻 变成了真正的 单头巨蟹的样子 比起之前脖子上 露出一个巨大的空白 现在的他整体身形 也显得十分的匀称 感受到自身的修为实力 跌落到了拦截终极 再也不可能 对徐阳团队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 带来任何的压力之后 徐阳终于停止了 生命本源 也已经被我引导完毕 现在的你 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巨蟹再也没了之前 那般骄傲的姿态 和高朗的脾气 现在在他站在徐阳的面前 乖巧的如同一个孩子一样 趴在地上 还不忘虔诚地 用自己只剩下一只 前爪连连对着徐阳 做出作意的动作 感谢阁下不杀之恩 巨蟹我真的明白了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原本我还妄想着 统领整个无尽之海 现在看来 我的想法 真的是太天真了 徐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你这样的野心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就算你在 怎么强大 你也只是一只魔兽 永远也不可能被赋予 人族这样的创造力 因此 你所吞噬的再多力量 也终究是有极限的 而你的极限 也注定了 你没有办法 统一整个无尽之海 据我所知 不说魔龙岛上的那只 雄霸天下的魔龙 就算是仅存的 另外一个无尽海当中 三大霸主之一 骷髅王岛上的那个主人实力 应该也是凌驾在你之上的 阁下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巨蟹也是一脸猛逼 他没想到 徐阳对骷髅王岛上 那个家伙也颇有耳闻 毕竟那家伙何等的神秘 已经近万年 没有有关他的传说 出现在无尽岛上了 因为刚当你在 提到他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 你灵魂深处 对那个家伙力量的敬畏 凭你的巅峰状态 应该也没有完全压制他的把握 否则的话 你征服无尽之海的第一站 一定会是骷髅王岛 征服了那个家伙 让他沉浮于你 在想统治整个无尽之海 岂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可你并没有那样做 所以我就判断 那个家伙的实力 恐怕已经达到了子季后期 巨蟹无奈地叹了口气 正是如此 骷髅王岛上 那一只霸王金刚 实力现在应该是子季后期 接近巅峰的程度 比我强大 半个等级 当然这半个等级的差距 确实要我吞噬个十万年 才能够追赶得上 至于魔龙岛上的那个魔龙 已经没有办法 用灵力修炼体系极限去衡量了 它的存在 无疑已经是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 否则的话 它也不可能成为 无尽海中生所信仰的神 徐扬倾笑点了点头 不管他是神也好人也罢 我徐扬登陆魔 龙岛的一日 便是我征服他 征服整个无尽之海的一日 没人能够阻止我登陆那座岛屿的脚步 巨蟹也是一脸虔诚地凝视着徐扬 以阁下的实力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 能够再次登陆魔龙岛的话 我相信那个人一定会是阁下 据我所知 万年前那黑色珍珠号上一代的主人 凭借一种极为特殊的法阵 相互配合之下 成功登陆了魔龙岛 不过 即便如此 他们也损失惨重 最终并没能在那岛屿之上 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传承 就被赶出了岛屿范围 还折损了大部分的战队成员 可他们所编织的那一种特殊的能量法阵 确实太过强大了 若非岛屿之上的魔龙 如同神一样高高在上的话 光凭无尽之海的海中王族 是没有办法能够突破那几个人族 驾驭的战法力量的 毫无疑问 徐扬很清楚 这巨蟹口中所指的黑色珍珠号上一代主人 正是魔龙战团那几个最强长老 也从这巨蟹口中得知 那三大最强长老的底牌手段 应该也是足够的强大了 罢了 你的价值都已经体现了出来 现在就该是你同归无尽之海的时刻了 如果你真的还能够凭借自身实力 顽强地生存下去的话 再过个几万年或者是几十万年 你仍旧能够成为这海域当中最强霸主之一 我在刚刚引导你生命精华的时候 刻意保留了你的一部分先天生命本源 因此将来若你勤家修炼 还是有重新回到子极的可能的 巨蟹感恩戴德 趴在地上对着徐扬连连磕头 而后几乎是含着眼泪 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无尽海当中 在他离去不久 徐扬头顶上方的无尽星空 也渐渐恢复了原本万里无云的晴朗姿态时 空间领域的存在很快消失 吴敬海上的澎湃场景再一次恢复如初 恭喜阿阳阁下 继永恒魔术之后 亲手制裁了吴敬海三大霸主当中的第二个 这样的神迹估计要不了多久 一定会流传到整个银州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属于阁下的传奇注定不朽了 第1050章 控制杀意 我靠 难道是我眼花了 咱们老大为何家那只螃蟹给放走了呢 留下来炖汤喝 我靠光地摸着自己空空的大肚皮 感慨了一波 身边荣耀战队其他一些成员 似乎也都是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毕竟之前 徐阳都已经用如此恐怖的力量将之镇压了 为何又在最后选择放他一条性命 不过这样的答案 只可能在徐阳那里得到解惑 很快 当徐阳带着自己这只战利品巨大的螃蟹前找 回到黑色珍珠号的时候 荣耀战队一众成员纷纷凑上前来 第一时间将他围成一圈 你们不用这样子看着我 我当然明白 你们想问我些什么 那只螃蟹已经被打回拦极的修炼强度 对我们再也构不成任何的威胁 更何况 他体内一半的生命本源精华 都已经被我倒回到黑色珍珠号当中 留给你们这些家伙 来修炼 如此的馈赠 难道还换不回他一条没什么价值的性命了吗 当听到徐阳这样一说 荣耀战队其他成员们 皆是一脸惭愧的低下了头去 不得不承认 他们也都开始反思自己 是不是是不是太过贪婪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徐阳扑斥一笑 打破了眼前片刻的沉静 瞧你们那副粘头搭了脑袋的模样 在修炼界 弱肉强食 乃是再基础不过的规则 只不过 我想向你们传达一种念头 得饶人畜且饶人 当对手 已经彻彻底底地丧失了对你们的危险 能不杀的就尽量不杀 也算是对后世子孙 积累下一点负责了 因为长时间的杀戮 会在修饰的内心深处 积累一定程度的凶利之气 虽然短时间内 这种负面效果 并不会在你们的身上完美展现出来 可是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必然会给你们后续修炼 带来极大的困扰 甚至会在紧要关头 给你们带来走火入魔的生命危险 因此 杀戮永远都不是 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过是在适当的时机 用以扫清障碍 完成目标的一种手段罢了 千万不要将杀戮当成 是你们获得更高修为的真正意义 否则的话 你们迟早都会在心性上偏离正轨 早上没有办法回头的深渊 每当到了这种时候 徐扬总是会变得格外的严肃 而现场所有聆听 他指导的荣耀战队众成员们 一个个也都是一副 虚心听教的姿态 根本没有谁敢造次 明白了 老大 您对我们的叮嘱和指导 我们都铭记于心 徐扬满意点了点头 古格拉斯 去定位一下 附近有没有什么岛屿据点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 把这个螃蟹肉炖了 给你们大家改善一波 顺便提升一下实力 而今我们已经将 三大无尽海霸主抹杀了两个 就剩下最后一个 虽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找到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接下来也是时候 将进攻目标 重新锁定在魔龙岛上了 徐扬在心中大概盘算了一下时间 按照他的数据分析 要不了多久 魔龙岛最近的一次千年爆发 很快就将上演 留给大家的登岛时间 已经不多了 要是赶在那之前 还没能登陆岛屿 一旦无尽海千年节降临 周围所有原本沉睡在 无尽海深处的 顶级海洋物种们 纷纷复苏 全都涌到魔龙岛周围 到了那个时候 想在数十万上百万 海洋物种的共同监视下 登陆魔龙岛 侵犯被他们当成 是神圣之所的地方 必定难如登天 当然 凭借徐扬的实力 如果他执意要登 纵然来再多的海中生物 也不可能阻止他的脚步 但他并不想因为 自己区区几个人的一己私欲 便将整个无尽海 杀成一片血之海洋 既然有更容易 解决问题的办法 何乐而不为呢 报告老大 定位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只不过那个岛屿形态很特殊 周围反馈回来的 雷达波动信号 也十分异样 众人听到 谷格拉斯的话 纷纷走进控制舱的指挥室内 凝视向雷达表盘 很快便看出了一些端倪 老大 按照我们夫妇 这么多年的航海经验 来判断 这种特殊的雷达 波纹 说明那岛屿周围 应该存在着 某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封印法阵 才能够衍生出 这种特殊形态的波痕轨迹 徐扬文言 一脸恍然之色 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有阵法的波动力出现 就说明 那个地方应该有外人驻扎 岂不是整合我们心意 过去看看 有了新的前进方向之后 黑珍珠号立刻全速启程 强大无比的 黑色珍珠号动力全开 速度可是快的惊人 原本八百海里的距离 不过半个小时 就抵达目的地 站在甲板上 徐扬等人 目光灼灼凝视着 眼前这岛屿周围 天哪 在雷达上的信息显示 还没有这么大的面积 想不到来到这个地方 一看 这岛屿竟是开阔如此 简直令人大开眼界啊 普朗西师夫妇最为震惊 因为 他们两人自问在海上 漂浮了数百年 从没有见到过 如此之大的独立岛屿 因为站在甲板这个区域方向 凝视过去 众人仅仅只能看到 这巨大岛屿的冰山一角 我说 这么大的海岛面积 应该都能抵得上 西域大陆一座小城邦了呀 李斯特叼着雪茄 也是一脸惊喜地说着 不管他是什么来路 咱们既来之则安之 上去看看究竟再说 徐扬倒是坦然 实力强大的人 就算遇到新生事物 也从不会大惊小怪 因为他们 能够凭借自身的实力 化解一切突发事件的发生 来自未知的一切 都不会给强者带来 足以致命的危险 重新将黑色珍珠号 完成封印之后 徐扬等人陆续走出甲板 登陆这座巨大的岛屿 果不其然 强大的能量体封印 将整个岛屿裹得 严严实实 很快便引起了 徐扬等人的格外关注 老大 就这封印法阵体量来看 岛屿当中 应该基居着不少顶尖强者 没准十大军团当中 剩下的那几脉 就藏在这岛上啊 李斯特的话 很快引起了 其他团队众人的一致认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算是得来 全部费功夫了